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军方才来证实呢 今天会有大量的消息为大家来介绍 还要关注一下说到中国的战机呢 美国国防部长说 美国先进战机起码领先中国一代超过二三十年 而日本就说呢 中国战机在五年之内有可能是称霸东亚的 到底怎么看中国的战机呢 今天听听香港和台湾的分析 还要关注一下日本声称呢 今年是日本岛屿争议啊 非常重要的一年 日本要有军事动作 但解放军方向呢 没有示弱 最新的情报也显示呢 今年解放军会有大的动作 支持民间的船只渔船等等呢 在钓鱼岛有更多的动作 而且保钓可以在解放军的强有力支持下 今年要展开 今天我们也会关注 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 美的中央空调特约之军情观察室 由节能环保美的中央空调赞助播出 先来关注一下全球最新的军事消息 根据最新一期的汉河防务评论呢 有专门的多篇文章 引述他们掌握来自解放军内部啊 关于攻打台湾最新的研究的报告 根据报道特别提到呢 实际上解放军呢 一直没有放弃研究 如何出兵攻打台湾的相关计划 引述的报告是来自于解放军的所谓军事科学院 还有解放军的理工大学相关的智囊和军事机构 他们最新的对台作战的报告 最新的评估也认为呢 明年2012年呢 将会有美国大选还有台湾的大选 两场大选呢都存在变数 特别是台湾大选 因此呢解放军实际上也做好了军事斗争的准备啊 一旦出现变数 有可能会继续用军事手段解决台海问题 根据最新的解放军内部的研究报告 首先第一点特别提到呢 对台作战解放军认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关键要思考几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需要同时打两场战 根据这个报告特别提到呢 在解放军对台作战的时候 很可能在中国的周边呢 多处会有相关的压力存在 比如说中国内部的西藏新疆等民族分裂势力 可能会趁机捣乱 另一方面呢是印度 中印之间呢可能在陆地争议界 印度会趁机向中国发动侵略和挑战 另一方面呢是海区 像东海啊中日有争议地方 日本也会趁着台海有事呢 趁机在东海搞搞阵 另外呢就越南在南海 包括南海其他国家与中国有争议的国家呢 也会在南海其对中国有挑衅 所以解放军评估的第一项 就是如果要打台湾的时候 可能需要同时应对来自周边的军事压力 需要打两场战争 同时打 而且解放军提到最担心的实际上是印度 印度很可能在解放军对台作战的时候 印度会真正的对解放军的西部展开这个攻击 所以解放军这几年重点演练的 也是西南有势 所以呢最近的分析啊 演习有四大军区 共同参与就是要震慑印度 重要的导弹基地也都瞄准印度放在西南 另一方面呢 解放军相信呢 一旦台海作战的话呢 美国一定有相关的动作 第一个最重要动作 首先是呢 是情报上给予台湾大力的支持 把美军的侦察情报呢 同步发给台湾的分享 另一方面会向台湾出售大量的 原来并不出售的先进的武器 还有可能的就是美国划出所谓禁飞 还有禁航区 来保证台湾的军机和战机的出航 同时呢 美国可能直接参战 介入台海之战 这是解放军的评估 第三项评估呢 就解放军可能使用的武器装备啊 重要的是导弹 包括巡航导弹准确的攻击 解放军分六波次 打击台湾重要的目标 首先打击的是重要的首脑机关和军事指挥机构 第二波打击呢 可能是重点的通讯的节点等等 那么两个解放军现在服役的巡航导弹 里分别放在广西 还有广东 就是针对台海的 另外呢 就是要使用潜艇 包括核舰艇还有空降兵部队 甚至呢 外岛和台湾本岛同时要进行拿下 要同时作战 解放军内部的报告 还特别提到目前解放军的陆军和台湾陆军比较呢 是三比一 而先进战机的比例呢 是二比一 解放军是有信心的 同时解放军的三十一军呢 在南京军区对台重检作战的部队呢 防化部队 防生化部队 每次演习都有参与的 他们也担心呢 一旦对台海作战 可能要出动防生化武器的部队 因为台湾可能用相关的生化武器 那么这个报告特别提到相关的数字呢 解放军内部要求三十六小时 必须完成在台湾岛的登陆还有空降 同时呢 这个整个作战下来 解放军评估 装备的折损率大约是四成 人员的伤亡率大约是三成 因为并不能够轻视台湾的猛烈的火力的还击 这个解放军一个最新的报告 来看看另外一个报告 给大家看这个报告呢 也是内部的报告 之前我们介绍过 台湾军方内部关于对于解放军战斗力最新的评估 崛起的东亚解放军内部的军力报告 今天介绍这篇文章呢 是我们的一位嘉宾呢 台湾的退役海军中将兰陵力写的 对解放军潜艇的一个最新的评估 他特别提到呢 解放军呢 非常重视潜艇的发展 特别将近二十年以来啊 现在就二十多年以来重点发展潜艇 解放军三大舰艇编队 北海舰队现在大约有25艘的潜艇 东海舰队有18艘 南海舰队有21艘 这些都是常规动力的潜艇 真正的核潜艇呢 解放军把核潜艇放在北海舰队 还有南海舰队的相关基地 都有大约三到五个不同的基地 同时呢 解放军也正在研发和试用 五款新型的潜艇 这是一个最新的情报数字 另外呢 特别提到了解放军现在的潜艇 主要执行的任务 首先呢 进行侦查 重点呢 是巡逻侦查 特别在周边海区的 美国日本台湾相关的军事动作 这种侦查呢 潜艇主要完成的是电子侦查 声音侦查 影像侦查 摇侧侦查 等相关的情报 同时特别提到呢 解放军目前的潜艇呢 还有个任务就试验新的潜艇的打击武器 所以呢 潜艇频频的出海 他特别引述了 来自解放军内部的一个最新的说法 提到解放军潜艇作战最新的目标 并不是要冲出第一岛链 而是要控制解放军相关沿岸 500海里的所谓绝对的控制区啊 在这个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以外 还有300海里 叫绝对控制区 解放军要用潜艇保证500海里的绝对控制区 重点是反介入 不让美日介入台海之战 他特别罗列了解放军的潜艇呢 有很多动作 六年前 解放军091的核潜艇呢 就曾经巡游到关岛外围 对美国是大为震惊的 同时呢 还在日本的十元转了一圈 同时在五年前的时候 解放军的039的常规动力潜艇呢 还在美国的小银号航母 五海里的地方上浮 也让美国大为震惊 09年 美国的情报数字显示 解放军的潜艇巡航次数是倍增一倍的 刚刚过去的2010年 又增加了将近三分之一 所以说潜航数字大量的提升 主要针对美国在南海 对解放军的侦查 解放军用潜艇展开反侦查 看看全球其他的军情电报 香港大公报报道 春节过后 中国三大舰队即投入新一轮训练 纷纷攻关重南点科目 北海舰队进行夜间海上远端奔袭作战演习 导弹攻袭防化训练 东海舰队航空兵长途奔袭数千公里跨区机动 飞爆尖机轰炸机演练超地空作战 南海舰队组织多型舰艇 开赴远海进行复杂电磁环境下 连续对抗的综合攻防演练 海军陆战旅则进行反坦克导弹 与榴弹炮战车配合的实弹设计 主要作战范围在黄海及渤海的北海舰队 进行夜间海上远端奔袭作战演习 它的潜艇支队组织高难度的科目 实战化对抗训练 演练攻击敌方驱逐舰 以及飞机反潜体系 并探索出在不同海域 不同距离 不同航速条件下 步发鱼雷等13种新战法 驱逐舰支队 三种不同型靠的舰艇 组成编队 奔赴黄海前哨 演练着重进行了 单舰副炮 消灭飘雷 实射干扰弹 海上新武器射击 舰艇操纵 导弹攻击等单舰模组化训练 与整体补差训练 香港军事评论员指出 以上演习都包含打航母的意图 美军太平洋司令威拉德称 美军正制定新的亚洲作战计划 拟定联合海空作战新概念 包括增加部署海军陆战队 在美军的亚太战略中 扮演新的角色 更好协调海空军的作战联系 应对中国的反介入战略 美国海军陆战队 将用于某些敏感的情况 如阻止中国